其實吳志剛 吳伯雄他們家族 其實在財富上算很雄厚 我記得他們以前應該是新竹銀行的大股東 那後來好像新竹銀行被外商銀行 併購了 那除了財富之外 他們家的權力很大 當過這個國民黨的黨主席 那哥哥吳志陽 其實擔任過桃園縣的縣長 對 那也擔任過中華職棒的會長 那吳志剛選市議員 大概每一次都選上了 那所以他們家其實就是說 這個女生交往的其實是個名人 那這個凱撒林 據說你也跟名人交往過 是名人的弟弟 但是因為那名人 他的弟弟長得跟他非常的像 因為我自己因為有一些 基因疾病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對自己是 以前是非常的沒有自信心 然後那時候他的弟弟來接近我 其實我會覺得說 好像就是遇到了王子一樣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才大四 然後他弟弟就開著跑車 在校園裡出沒 然後我就覺得說他 就是那時候是一種虛榮的感覺 因為會覺得說會無形當中 會把名人的 他哥哥名人的光環轉嫁到他身上 我覺得那些女孩子跟吳志剛交往 某種程度上他也有背後 林吳伯雄在 因為你是吳伯雄的兒子 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會覺得 就是我就覺得說自己好幸運 為什麼可以被這樣的人喜歡 跟追求 是 但是後來呢 因為他那時候常常會帶我去他家 但那時候他 這個名人的弟弟幾歲 跟我一樣 就是跟我一樣大 我們是 開跑車 因為他們他們家有一些跑車在 還蠻有錢的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為他會帶我 就是約會會帶我去他家 但是因為那時候他哥哥不在台灣 就是家裡就只有他一個人住 那實在是太豪華 然後每次上廁所我就覺得好幸福 我竟然可以跟明星做同樣的馬桶 因為你竟然可以到明星家去 跟他看一樣的電視 然後坐他的沙發 那時候我從來不覺得 他有其他的女朋友 因為我們其實大概就是 下課之後 他就會帶我去他家看電影 因為他家有那種超大的那種劇院 就是那種有一個劇院影廳 就看電影 那那時候有 就是當然有希望說 他希望說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 但那時候我們一直沒有 沒有去發生這樣的關係 但是那時候他有跟我說 要求我說不能去開他家的 衣櫃 他說因為衣櫃是他哥哥的東西 那那時候我其實我還蠻單純 我就想說好吧 你都這樣講 我就不能 所以我到他家 其實不太敢去觸碰任何的東西 那時候還有一次 他們家會專門請掃地婆婆來掃地 然後掃地婆婆幫他洗衣服 然後發現洗衣機壞掉了 然後就請他去後面看 我就跟著去看 我一看不得了 因為上面晾了很多女孩子的內衣褲 而且那內衣褲看起來是 就知道說他們兩個 其實交往一陣子 因為如果你是剛交往的 你的內衣褲一定 這潛意一定知道 一定是非常新的內衣褲 你為什麼說潛意一定知道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很厲害 他很久就玩咖 我都覺得他是玩咖 那他內衣就是有那種 已經洗到 內衣就洗到有邊了 然後我就大概知道說 那應該是交往很久 然後我就哭 我就問他說這是怎麼回事 女性的內衣褲 如果長輩的呢 不可能 那不是長輩的 他不是阿嬤型的 他是年輕女孩子 阿嬤型長什麼樣 就是肉色超大賤的 很像碗公 像碗公這樣子 碗公 我就想說 如果很難過我就哭啊 然後他就跟我說 對啦 我有女朋友 然後我們交往很久 但是我們感情不好 那我會跟他分手 那時候其實我真的 不對的地方是 我相信了他 而且我也離不開他 因為我覺得 他一定會做到 他對我的承諾 而且他是明星的弟弟 因為他長得跟他非常的像 那我們出去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得到一些特權 那比方說因為你是誰誰誰的家人嗎 你是誰誰誰的家人嗎 但是後來他有跟我說 他會分手 我也相信 那有一次他就是開著跑車 載我到漁人碼頭 我就覺得好開心 我就是又是一台新的跑車 可以到漁人碼頭 門才一打開我腳才剛下來 他沒有開走 但是就是有人就是叫他的名字 然後就嚇到了你知道嗎 後來是他女朋友的親姐姐 其實他在路上就看到那一台車 就尾隨一路跟到漁人碼頭 然後後來那女生就問他說 這個人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 我本來以為說他會幫我講話 可是他就說沒有 我們真的只是朋友 我們只是朋友 然後他就開始打電話 給他的女朋友解釋 然後我就在那邊一直哭一直哭 後來他把手機遞給我 他說你可以跟他解釋嗎 然後我就很難過 我想說我也是受傷的人 然後接起來第一句話 然後他女朋友就跟我說 你是因為他是誰誰誰的弟弟 你才跟他在一起吧 那時候就很傷心 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他沒有任何的優點嗎 他的優點就只是他是誰誰誰的弟弟嗎 他就跟我說 你還不是因為他們 他有很多車 我就說真的不是這個關係 他下一句話就說 你們上床沒有 我說他有要求過 但是我們最後沒有發生 然後反正後來我就跟他說 對不起 我不會再跟他聯絡了 然後我會對你做到承諾 後來呢 這個男生就真的就不見了 他就出國去念書 大概兩年後 還三年後他回臺灣 他又跟我聯絡 然後他那時候我就想說 你就是怎麼會聯絡 他說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因為他女朋友在他出國期間 跟他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然後他就 反正那時候我們就維持一段 非常奇怪又曖昧的關係 可是那時候他對我講話 讓我非常的受傷 他就會跟我說 那時候已經三十出頭 他說你的皮膚那麼差 你為什麼不會去醫美弄一下 我心裡想說你怎麼會講話 這個樣子 因為我覺得外表 我覺得內在更重要 你敢這樣嫌棄我 他那時候跟我說 我最近認識一個很年輕的女生 然後那女孩子的皮膚超漂亮 眼睛眨眨的 像星星一樣 我就想說你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後來他非常怪 他只要跟那女孩子出去約會 他就會打給我 然後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目的是什麼 或者就是他希望我可以回播電話給他 他會傳簡訊給我說 你現在回播電話給我 我覺得他好像要製造一種 那種就是兩個女孩子的恐怖平衡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永遠都是在他兩條船 他只是這一條是誰 這一條是誰 那後來我覺得他不是一個適合發展殺菌 因為我覺得你在嫌棄我 你怎麼可以嫌棄我 是 後來我就沒有跟他發展 他就是跟另外一個女生去發展 他結婚的時候有寄錫帖給我 我有去 我報三千八 我一個人去 三千八 三千八 一個人報三千八 沒有 我還是有去 然後現場的人就知道說 我跟他過去有過一段 就說你怎麼還參加他的婚禮 就唱那個斯文彬的什麼 在會啦 死那的人 但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就是就祝福他 這凱撒超好騙 我聽了已經受不了了 他太好騙了 為什麼他超好騙 但是超好騙 因為那個男的不管他講什麼東西 他完全就照單全收 那是那個時候 現在沒有 沒有他說他那時候 三十出頭了 跟他維持那個曖昧的關係 我覺得根本就是 可是我們現在快四十四了 不是 那時候太浪費青春了 真的 因為那個 一般他說渣男 其實有個特點 他們一定會亂槍打鳥 當然就是隨便 反正誰我都對他很好 看哪一個有反應 我就跟哪一個在一起 然後被發現了 反正就是說你值得更好的男人 然後就是用這個 而且他也不會完全離開 重點是凱撒林應該完全要跟他斷開 怎麼還浪費生命 再跟他藕斷失聯 根本電話就直接開始刪掉了 因為那時候他又回來 他又回台灣 他又回台灣關你什麼事 不是 我覺得他說他單身 他單身關你什麼事 他就是製造一種 好像我們可以再續前緣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沒有 他其實從頭到尾就沒有想要考慮 那對方是影視界的名人 的弟弟 對 影視界 等一下中場休息再說 他等於把凱撒林變成一個後面的一個小備胎 對 反正就一直放在台灣留一個 留一條後路 對 就需要的時候要找他 他那時候他當兵的時候都要求我說 寫信給他 我就每天寫 他女朋友還沒有每天寫 你知道嗎 我就每天寫一封 當兵能夠收到情書 其實是一種驕傲 對 沒錯 光榮 他別人都沒有 我們每天收 對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